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4月2号 本来呢狗哥今天是想做这个正经的新闻来着啊 但是呢看到了有一些自媒体同行啊 在一本正经的点评 狗哥在昨天开的这个愚人节的玩笑 那狗哥呢就感觉有点搞笑啊 所以呢今天呢就必须要说一下话 首先呢介绍一个这个很多网友都很关注的问题啊 在昨天的这个影片下边呢 呃有不少网友在留言说很失望啊 取关了 然后呢就有狗哥的很多粉丝在担心狗哥呢是不是掉粉了 那狗哥呢要告诉网友们 昨天一天狗哥频道的这个订阅量啊增加了超过2000 而且呢昨天影片的这个点赞率超过了80% 这个呢就说明啊 昨天狗哥开的这个愚人节的玩笑 那绝大多数的网友啊还是收获的 那些个留言非常高调的这个哭着喊着要取关的 狗哥可以肯定啊90%以上都是五毛啊原来根本就没关注狗哥的 这个呢也是中国五毛们他们很惯用的一个手法就是带节奏啊集体跑到某个up的影片下边呢大声喊那个要取关了再也不关注了这个呢就是标准的带节奏的手法就是要影响其他的这个正常的网友 其实呢这些五毛呢根本原来他们就没关注这个up主 这个呢也是让狗哥感到很高兴的一个地方啊 就是昨天的这个愚人节的玩笑 那绝大多数的网友呢还是收获的 然后呢狗哥感到更高兴的地儿 就是看着有些网友的这个留言啊 他们在反驳那些所谓的狗哥在制造谣言 传播谣言的这个说法 那从这些网友的这个留言里啊 狗哥就感觉狗哥以前做的那么多的影片啊 真的是没白做 没有白花功夫啊 真的是有不少网友啊已经是认可 并且接受了狗哥的这种思维的模式啊 第一个就是有网友啊就感到很惊讶 说难道那么多人都没有看到影片的最后吗 好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最重要的是也要祝大家呢 节日快乐有个好心情 这个呢就是狗哥昨天影片的最后啊 如果看到这儿 还有人觉得不是愚人节玩笑的话 那狗哥真的是就没有太多话可讲了啊 只能是建议这些网友啊 把狗哥频道里的所有影片 从去年五月份到现在的啊 一期不落挨个儿的看一遍 这些影片都看完了 那可能呢就会终于看明白 昨天的这个影片了 狗哥平常在频道里传递的一个思想 就是一个正常人 一个理性的人 做任何的一个论断 都要有这个比较充分的证据 那你昨天要批评狗哥 最起码呢你要看完整 昨天的影片 从头看到尾 完整了看了这个影片以后 了解了你要评论的这个内容以后 然后呢你再去评论 但是呢很遗憾 很多网友啊 在实际上在昨天都没有看完狗哥的影片 都没有看到最后 那狗哥这个频道的后台啊 就显示的很清楚啊 昨天这个影片的长度是5分钟多 但是呢平均观看市场是3分钟07秒 这个就很明显了 就很多网友啊都没有看到最后 所以呢狗哥在这要强调啊 不去了解清楚一个事情尽可能的原貌 它的来龙去脉就去做评论 那这种行为啊其实是很危险的 然后呢还有不少网友呢 在回复里呢 要强调了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啊 说即便是对于狗哥的影片里说的 也应该要保持一个质疑批评的习惯 这种回复呢是让狗哥呢就感到最高兴的啊 这就是狗哥一直要传递的一个思想啊 大家呢始终要保持一个质疑的 批评的这个思维的习惯 昨天的影片狗哥刚才说了 很多网友呢都没有看到最后 从开头看了这个两三分钟就相信了 就发这个微信朋友圈啊 当然了这个责任呢也主要是在狗哥啊 主要是昨天的这个玩笑啊 狗哥讲的真的是太真实了 太巧妙了 你不看到最后半分钟 你get不到这个点 但是呢狗哥也要说啊 这些网友在开头啊就完全相信的 其实呢也是忘了狗哥在以前 一再强调了一句话 叫孤正不立 即便说你觉得这个狗哥讲的很可信 但是呢如果说你能够用这个Google搜一下啊 搜一下这个赵雷坚的新闻 发现呢全网络关于这个赵雷坚叛逃 只有狗哥这么一个原始的信息源 其他的这个所有的消息啊 都是从狗哥这转发的啊 引用的 那这个肯定呢就有问题了 对不对 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是假新闻了 这个呢就是狗哥以前总是说过的 大家呢要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搜集信息 判断信息的能力 不能说这个别人一说什么就全信了 或者说全不信 归根到底啊 这个呢是对自己的这个尊重 是对自己大脑的这个尊重 所以呢 昨天就有不少网友啊 提到了狗哥以前讲过的这一点 孤正不立 用谷歌搜一下这个消息 马上就明白了 昨天的影片啊 是狗哥开的一个这个愚人节的玩笑 这个呢就是让狗哥感到非常非常高兴的一点 那以前做的影片 说的很多话啊 真的是没白说 在这儿呢狗哥呢再说明一点啊 在昨天影片最开始的标题里啊 愚人节特别节目这几个字是没有的啊 是狗哥呢后来添加的 那愚人节开玩笑最关键的就是要尽量真实啊 要让这个被开玩笑的人到最后觉得自己是一个傻瓜 这个呢才是开玩笑的这个最好的效果 那如果狗哥一开始呢就在标题里加上愚人节这几个字 那显然这个玩笑的效果就没了 那狗哥为什么后来又加上啊 是因为呢有一个说法叫愚人节开玩笑的时间呢不能超过12个小时啊 只能到这个中午12点之前 狗哥呢不知道这个说法呢是不是特别的靠谱啊 反正呢在这个影片up12个小时以后啊 狗哥呢就在标题里加上了愚人节特别节目这几个字啊 用这种最明确的方式再提醒一下 所以呢现在呢有些人呢拿狗哥修改标题来说事 那狗哥呢也劝这些人啊也谢谢吧啊 现在呢狗哥呢重点说一种啊很集中的意见 就是认为呢狗哥这个时政四媒体啊不应该开这种玩笑 说呢狗哥呢这个呢就是其实的故意的传播假新闻 首先狗哥要说狗哥从来不认为自己的这个YouTube频道是时政自媒体 大家呢可以再看一下狗哥频道的简介啊 看的比较准还比较有意思的狗哥 主要关注中国跟这个世界的交往 那赵立坚的这个事儿狗哥看的非常准 在昨天呢狗哥拿赵立坚的这个事儿 开了一个所谓的西方式的愚人节的玩笑 而且呢取得了非常好非常好的效果 这个效果呢狗哥呢会在影片的最后说 所以今天的影片呢大家呢也一定要看到最后 所以啊昨天的这个影片狗哥的这种操作方式是非常符合狗哥这个频道的自身定位的啊 那认为狗哥这个什么这个时政四媒体不应该开这个玩笑要有什么底线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狗哥不了解狗哥频道的性格 然后的一个问题有网友说呢哪怕你不是时政四媒体那你作为自媒体或者媒体都不应该开这种玩笑 狗哥认为呢这种意见其实呢又是一个秀智商的表现 在发表这个意见之前这些网友呢肯定没去Google一下媒体到底能不能开愚人节的玩笑 那实际的情况就是媒体啊包括严肃的媒体开愚人节玩笑的太多了 狗哥在这呢就说一个非常有名的1957年的4月1号英国广播公司BBC开的一个玩笑啊 这个呢是在那一天BBC的电视新闻节目里播出的说瑞士一个森林里啊有一种面条树 树上呢就可以长出来spaghetti就是意大利面条 然后呢那一天非常非常多的英国人就相信了 有不少人还打电话给BBC问怎么才能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种这种意大利的面条树 后来呢CNN呢有过一个评论说BBC在1957年开的这个愚人节的玩笑是全世界负责任的新闻机构有史以来最大的恶搞事件 那看到这还会有网友认为昨天狗哥恶搞赵立坚很过分吗 不应该在愚人节开这个玩笑吗 所以呢狗哥是认为啊最搞笑的就是一本正经来批评狗哥昨天开愚人节玩笑的人 在这儿呢狗哥呢说两句对海外时政自媒体的看法啊 这几年海外的时政自媒体为什么这么火 主要就是因为呢中国国内的新闻审查啊言论管制啊 让墙里边的这个时政类的自媒体太无聊 那不少的海外的时政自媒体都是十万啊几十万的粉丝啊 看起来很牛逼 但是呢狗哥必须要说海外的这些个时政自媒体人啊千万不要太高估自己啊 觉得自己了不起啊自己就是什么权威 狗哥在以前呢这个影片里就说过 所有的海外时政自媒体其实呢都是二刀贩子 根本就没有靠谱的新闻调查能力 包括这个狗哥在内 虽然狗哥呢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时政自媒体 但是在新闻调查方面 在获取最靠谱的信息方面 根本呢就比不上专业的机构媒体 跟中国国内的像财新这样的媒体呢差太远 跟国外的更是没法比 这个呢也是狗哥以前一直说的 大家呢最好要看第一手的英文的报道 包括狗哥在内的YouTube呢这些自媒体啊 大家在茶余饭后啊 无聊的时候随便看看就行了 最好呢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上边啊 更不要把这个某个YouTuber啊就当成是权威 像狗哥平常就是花大量的时间啊 要花大量的时间在这个英文的媒体方面 看关于中国的信息 另外呢就是在推特啊 微博上啊 尽量的找这个第一手的信息 然后呢经过自己的判断 自己的解读 做成影片的跟大家分享啊 YouTube上的其他频道啊 狗哥呢会经常看徐晓冬的直播啊 听着很过瘾 比较搞笑 然后呢有时候会看这个亮娜的和老雷的影片啊 亮娜的他的影片呢 经常是很有创新性啊 狗哥呢很喜欢 老雷呢 他是作为一个德国人 从一个德国人的角度 看中国问题 那狗哥呢经常会觉得有些启发 其他的这个同行的影片啊 狗哥就看的就非常少了 那昨天的影片 还有一种意见说 狗哥呢是 主要是为了流量啊 那大家呢 还是不要把狗哥拉低到这个 Stoin G那个低度 狗哥呢 如果说每天都是为了流量 那早就这么干了 每天都是这个不靠谱的小道消息 耸人听闻 先发布一个谣言 收割一波流量 然后呢再劈个谣啊 再收割一波流量啊 对吧 这个有一句老俗话 叫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 那狗哥呢 从去年5月份开始做这个频道 到下个月呢 就满一年了 那365天 每一天呢 狗哥呢都在频道的影片里啊 努力在传递最真实 最准确的信息 那只有昨天 在愚人节 狗哥呢是制造了一个愚人节的假新闻 那大家说啊 那些就批评啊 甚至说是攻击狗哥的 那对狗哥公平吗 对不对 其实呢 狗哥对这些批评的声音啊 也不是太在意啊 狗哥呢有自己的原则 有自己的做事风格 那狗哥经过策划 有意识的 在昨天开了一个愚人节的玩笑 而且呢 这个玩笑开成功了 非常非常的成功啊 大家看 这个呢 是Google在最近7天的 全球搜索热度示意图 红线是习近平的搜索热度 蓝线是赵立坚啊 那从北京时间的4月1号凌晨开始 也就是在狗哥发了影片以后 赵立坚在全球的搜索量啊 马上就起飞了 热度呢 一下子就超过习近平了 而且呢 一直持续到现在 全世界的中文网友都在关注狗哥制造的 这个赵立坚叛逃事件 这个呢 就是昨天中文舆论里的最大的流量来源 这个呢 就是狗哥的牛逼之处啊 制造了2020年最好的中文愚人节的笑话 所以呢 那些个一本正经的评论狗哥 这个愚人节笑话的人 狗哥呢 不说是智商问题 最起码的 也实在是缺少一点幽默感啊 有点boring 那昨天跟着狗哥蹭流量的啊 周周坎的影片 狗哥觉得是最好的啊 主要是他的那种表情 似笑非笑啊 反正呢 狗哥是觉得他呢 也是在享受这个愚人节 那石头记也上钩了 但是呢 他是在这个会员频道里发的 里边到底讲了什么 狗哥不清楚啊 如果有知道的网友 狗哥呢 也愿意听一下啊 他到底说了什么东西 是不是也是智商堪忧 然后呢 就是公子沈 狗哥呢 就是觉得这个小伙子啊 太缺乏幽默感 太书倦气 以前呢 还喊话 陈秋实 让陈秋实 澄清一下外界的疑问 其实你要澄清什么呀 对吧 那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吧 本来一开始呢 狗哥是打算这个火力全开对人的 后来想想算了 那最后呢 狗哥呢 还要夸一下这个赵立坚 作为当事人 大家来看一下赵立坚 昨天发的微博 今天是西方愚人节 亲们不要上当啊 那狗哥认为 赵立坚的这个回应啊 云淡风轻 比那些时政YouTuber的反应啊 其实要高明的多 所以呢 狗哥认为啊 赵立坚啊 他真的是非常适合做这个网红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明天再见 拜拜